炸炸使怀生内外交困 他要保住公司 保住既得的利益 哪怕使用非常手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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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十点三十分左右 本市西城警署接到必行交通肇事案 死者为男性 大概三十岁左右 请知情者向西城警署报告 据警方透露 事故发生以后 货车司机驾车逃逸 死者身份现已查明 是华海市电视台记者包二琴 现在警方已介入调查 如发现肇事车辆线索 请大家及时与警方联系 华海电视台方南为您现场报道 可天天用它来练杠 炉子不爆炸才怪呢 我现在躺在这儿 还有人来管这个事儿吗 那些老板们 那些老板们 他们只为了赚钱 根本不管我们死活 接着同日 你们要把我们工人 套个公道啊 把这些都爬下来 让他们抱抱过 伤员不行了 马上抢救 让一让 快 伤员和教授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那个何大满 我已经把它送到云南去了 我让你给太太搞的药 搞到了吗 我和一个医生联系过了 她给了一张目录 这上面有几款美国新药 疗效非常明显 告诉他们速度要快 好的 另外 太太的护理员我也找好了 她在精神病院干了十几年 护理病人很有办法 好 告诉他们 从明天开始到家里上班 是 在家里上班 在家里上班 在家里下河大满的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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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你怎么没敲门就进来 对不起 我是应该敲门的 算下手 不必了 就一句 华生 你不能走得太远 我这儿有点东西你看看 这就是市里 关于这次事故的调查报告 华生 我希望你看一下这盘录像 作为律师你应该清楚 录音录像在法庭上作为证据 是不能单独使用的 它必须要嵌入到一个证据链中 至于豹二秦说了什么 已经是死无对证了 你喜欢看录像 你不妨看看这儿 还商量说明 那医院哪里 这个 这就是你的这盘录像带中的 那个老头的儿子 你可以去告我 你赢了 我们什么都不说 可是假如你输了 结果会是这样的 老头的儿子把钱给吐出来 然后 你大哥我去坐牢 可是 就连国粮都脱不了干系 那记者包爱琴是怎么死的 这我就不清楚了 你 你总不会以为是我杀了他吧 小龙 我劝你 不要再去翻弄那些 已经有了结论的东西了 小孩 妈 你来了 来来来来来 你这孩子真好玩 胖乎乎乎的 我们家龙槐乖 就要点得高兴 真有出息 你看他一直都合合的 妈 你今儿怎么有空来啊 我来看看你呗 好 好 好 怎么样 最近好吗 挺好的 那我给你带了点吃的 这是给孩子的 这是给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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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怎么啦 到底怎么了 妈 我想回去住两三天 好 回去住两三天 就回去住两三天 好的好的 妈 您来了 妈 小丽 你怎么了 坏生 我是长辈啊 说话不中听 你也得听 您说啊 妈 小丽从小到大 我是从来也没让她 受过一点委屈 可是嫁给了你 怎么弄成这个样啊 妈 我没什么事 妈 我不跟您说过吗 没什么大事 她就是最近精神 不是特别好 她有病 你就更应该好好待她 我知道 吴坏生 我警告你啊 您要是欺负了我的女儿 我这个丈母娘 可饶不了你 妈强行说的 我都说了 只要小丽早上把病治好了 她愿意去美国读书 我可以送她去 您说我 我做的还不够吗 妈 你别操心了 她怎么回事 她自负了 没什么事 她现在死亡 我得死你了 没什么事 这个 优优独播 过来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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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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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说 是为为 是不是 我知 还有呢 感谢观看 跟你们 感谢观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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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